然後直號聯絡牆之外的專案可以Standby 最後一組Isabelle也可以Standby一下 哈囉大家好 我是祖儀 旁邊是OK酷還有Timo 我們是來報PTT不能亡的這個提案 現在有三個人在上面 我們在五月的時候有來過一次 這次我們的名稱又更長一點 我們還希望多加上新使用者註冊系統的相關驗證的部分 目前PTT裡頭沒有辦法讓新的使用者加入進來 目前我們也在試圖解決這個問題 一開始想先認清一下 在座各位是鄉民的可以幫我舉個手嗎 嗨 鄉民大家好 目前我們鄉民可能會遇到很多困難 我們在版上面我們可能會受到 我們可能有很多時候就會 我們自己可能本身會很少時間願意發文或是推文 因為我們越來越忙了 另外一方面我們遇到的困境則是說 我們發現新的小朋友或年輕人沒有進來了 某一天我們一直以為我們自己年輕人 沒想到我們自己越來越老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會希望可以讓更多更多的人可以進來 可是另外一方面以前我們大家是怎麼加入PTT的呢 如果我們有些印象的話 其實我們很多人加入的原因都是因為 我們的斑板是放在PTT上面 所以這時候會有學長姐手把手的教我們 但是現在斑板沒有設在PTT上面的時候 現在要大家使用BPS的介面 邀請大家去下載PCMAN等等之類的這些方式 這時候會帶來很大的門檻 而另外一方面也隨著 因為PTT裡面的人都是志工 那隨著時間這樣過去 其實已經大概有十年左右 幾乎沒有重大的功能更新了 所以簡單來說 在十年後的現在 PTT有許多需要解決的問題 甚至也包含說很多人會開玩笑說 有1450到了上面呼風喚雨這樣子 那無論如何就是 我們現在就需要有更多的使用者進來 那這時候還有適當的更多的機制 然後來讓每個文章是不是好和壞的 可以被大家看得更清楚 絕對講當時有推文的這個系統 而現在我們希望說可以是讓它更好的 例如說有著評價機制 這段時間我們在五月報了之後 我們到了現在 我們已經有進行了八次的線上會議 還有一次的實體會議 那接下來的時候 我們釐清了第一階段的開發需求的架構 我們希望可以製作一個APP 然後接下來的時候 讓新機制先在APP上面試著做施行 那接下來的時候 我們也做好了我們在介面上面的安排 那接下來的時候 我們希望有系統架構 這攸關我們這次徵求的人才 我請Timo幫忙 我們會做一個中台的中間層 然後做一個擴展 然後讓API可以對新的機制 還有APP做串接跟架構 這一部分等一下有興趣可以來找我聊聊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會需要以上的這些夥伴來協助 那請大家都進來 那最後請OK庫提一下說 我們在新驗證系統的部分 嗨 大家好 我是PTT總監OK庫 那大家知道今天 7天後就是PTT無法註冊 借滿一週年 那 對對對 我們即將要滿一週年不能註冊 那我們其實碰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已經沒有足夠的人 來開發註冊功能 那其實在此也想要藉著GDMV的力量 看有沒有人有興趣跟我們一起參與 開發註冊的功能 那需要的人是熟悉C和Linux 以及網路分散式軟體 那有興趣的話等一下來聊聊天 謝謝 螢幕的左邊 螢幕的左邊 我們在螢幕的左邊第一桌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PTT不能亡 然後下一組是大助 大助 大助你要直接接嗎 好 那下一組是大助 GDMV考古學家暨基礎建設特工隊 身為隱藏的考古學家 其實很有興趣這一個 那 伊莎貝可以standby一下 你只是在下一組 好 看起來網路是正常的 嗨大家好 我是大助 然後我是來自GDMV九通團 那我今天 來自GDMV